Hello 大家好 我是真之帽 相信所有的人都有着自己喜爱的事物 那些事物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乐趣 无论是真实存在的 又或者是虚构的 它在我们心中都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 就宛如我们的朋友 或是家人般的存在 有在关注我的人应该都知道 我这个人非常的喜欢姑姑宝贝 就连游戏中的宠物 萌兽 机器人 小屋 都是姑姑宝贝的样子 小时候还会祈祷着 哪天会不会变成现实世界的生物 所以今天这部影片就要来说说 我为什么这么喜欢姑姑宝贝和其中的一些小故事 这部影片主要是讲现实的故事 还有一些有点小屁孩的行为 如果对我讲现实的故事 和一些搞事小孩的行为 没兴趣的又或者是不喜欢的观众 还请多注意了 影片中应该会有许多 现在看起来蛮幼稚的行为 我会这么喜欢姑姑宝贝 除了本人对软Q软Q的东西毫无抵抗力之外 其中一个原因 是因为小时候 有一只姑姑宝贝玩偶陪伴了我许多年 那只姑姑宝贝玩偶是在大约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 我爸带我到处走走逛逛 从一家家娃娃机店中弄来的 那时候我会接触到风之谷是因为邻居的推坑才会接触到的 他应该想都没想到过了十几年我到现在还在玩吧 那个时候我非常喜欢这个姑姑宝贝玩偶 每天除了到学校之外 都会将玩偶放在身边 会喜欢这个玩偶 是因为那种毛毛又软软的物体 碰触在脸颊上的时候 感觉非常的舒服且放松 就类似每个人小时候都会有专属小贝贝的感觉 这只姑姑宝贝玩偶跟现在卖的周边有明显的不同 现在普遍看到的周边 姑姑本身跟闪盖的部分 好像都是可以简单拆下来的 当然也不能排除我原本那只就是盗版的可能性啦 我小时候的那只姑姑宝贝 闪盖跟身体的地方是连在一起的 是要用针线缝起来的 并且闪盖的顶端连着一圈棉线 棉线的尾端是那种吊式常见的吸盘 那个吸盘可以说是引发在一起 小时候让我抱哭的事情的元凶 早期的那种吸盘 有时候总是会手痒的到处乱压 想看看那种材质的东西 吸盘能够吸附多久的时间 我小时候就很喜欢用玩偶头上的吸盘 却吸在一些玻璃上面 之前家里常见的玻璃 都可以很轻松的黏上去又拔下来 那时候蛮喜欢那种 有点难拔下来的东西将它给拔下来的感觉 直到有一天 不知道从哪边拿到了一个坚硬的盒子 那个盒子的上方 有一个类似玻璃又或者是亚克力的透明材质 于是呢 我就将姑姑宝贝玩偶的吸盘 吸在那个透明材质上面 接着就被聚打 那个吸盘就死死的吸在透明材质上面 怎么拔都拔不下来 因为吸得非常紧的关系 自己弄是弄不下来的 我记得沾了点水之后还是完全弄不下来 所以就请家中的大人帮忙 那天我叔叔刚好来我家 于是就想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接着就更加悲剧啦 我叔叔那一弄吸盘是没下来 反倒是姑姑本体跟闪盖直接分离 这一弄让我当时哭了很久 也对这位叔叔留下不太好的印象 之后我妈就将闪盖跟姑姑本体的部分给缝了起来 再将那个吸盘给拿掉 前面有说到 我小时候无论到了哪里 都会将姑姑宝贝玩偶放在身边 就算出门旅行还是会放在车上 所以在家里的时候无论是房间又或者是客厅 都是有可能出现他的身影的 只是我妈好像对这件事情不太乐见 都会叫我不要拿出房间来 会弄脏或是不好看之类的 只能说我小时候可以说是非常的皮 就算我妈这么说 我还是都会将玩偶拿出房间来 有一天我回到家发现我的姑姑宝贝玩偶不见了 怎么寻找都寻找不到 去询问的爸妈也都不知道在哪里 只是我爸妈在回答的时候有种偷笑出来的感觉 明明知道放在哪边 就是藏起来不让你找到的感觉 那么这件事情的处理方式 我后来想想是觉得非常的神奇 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大概才小学三年级还是四年级而已 该说我是聪明呢 还是鬼点子特别的多 又或者是纯粹爱捣蛋 在那个时候有拿到一只手机 就是那种贝壳型的手机 能够玩些简单的贪吃蛇和俄罗斯方块 也有简单的拍照功能 在玩偶被藏起来之前 我有帮姑姑宝贝玩偶拍了几张照片 于是我又将手机连连到电脑上 将姑姑宝贝玩偶的照片给弄了下来 只能说我那个时候非常的会玩电脑 都会一些怪怪的事情 小学电脑课 键盘打字的小游戏 班上排名的前五名都是我的名字 曾经已有午休的时候 被老师叫去帮忙输入成绩 好像是因为能够不看键盘和萤幕的 眼睛盯着纸本成绩 就能够正确的将成绩输入进电脑 比当时班上的老师输入成绩的速度快多了 回到原本的故事 后面我就开启了不知道电脑里面为什么会有我的握的 简单的制作了一个寻姑骑士 并附上当时姑姑的照片 寻姑骑士的最后还附上 找寻到人有100块台币的高额奖金 接着我就将简单制作的寻姑骑士 彩色影音的几张下来 好在影音机仅存的墨水不多 只印了稍稍几张而已 之后呢 手里拿了几张寻姑骑士 和撕下来的几篇胶带 将寻姑骑士章贴在社区的大门口 电梯里 和离家不远的寺庙旁的电线杆上面 上面还附上了联络方式与相关地址 最后 经过了一两小时之后 我妈就拿着姑姑宝贝玩偶来找我拿取奖金了 随后我就快速的将我贴的寻姑骑士给撤了下来 姑姑宝贝玩偶不见的事件还不算少次 有一次大概是在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 同样的还是因为我很喜欢将玩偶给拿出房间 所以我妈又再一次的将姑姑玩偶给藏了起来 然后在我到处寻找的时候 跟我说已经把它丢掉了 但是我知道 这次距离上次还看到玩偶的时间点 和玩偶消失的时间点只有短短几分钟而已 并且期间我爸妈并没有离开过家中 小时候的我和李尔推测我的姑姑玩偶 还在家中不可能被拿去丢掉 一定是放在家里的某个地方 只是不管我怎么去询物 我爸妈还是没有告诉我 于是我就采取了另一个方法去寻找 我先是拿了一张白纸 原纸笔和尺 然后到家中的各个房间 观察了一下家具摆放的位置 就将家里各个房间和家具摆放的位置 简单的绘制了一张平面图 然后从家门口开始 每一个可能藏玩偶的地方都寻找了一下 将找过的位置给画了一个大叉叉 就这样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慢慢找 找过的可能藏玩偶的地方 就将那边给画叉叉 就这样家中的家具都被我翻了一遍之后 还是没有找到我心爱的姑姑玩偶 就在我差点冲出家门去放外面的垃圾桶的时候 我爸妈可能看到我快要哭出来了 就说姑姑玩偶在沙发上没有不见 然后再跟我说 我没有把你的姑姑玩偶给藏起来 但是呢 我在姑姑玩偶的身上闻到油墨的味道 然后我家中有专门放报纸的箱子 所以我大概就推测了出来 姑姑宝贝玩偶之前是被藏在什么地方 后来想而想 这样地毯式的搜索 都没有找到我心爱的玩偶 大概是我爸妈趁我去其他房间搜寻的时候 将姑姑宝贝玩偶藏身的位置 移动到已经搜寻完的房间吧 当然我与这只姑姑宝贝玩偶 还有许多的小故事 最后也是因为一些原因 我将这只姑姑宝贝玩偶给收了起来 未来可能当作传家之宝来放吧 突然间觉得我这个人小时候真的非常的皮 虽然长大之后好像还没改善到哪边去 简单来说就是爱玩爱搞怪 只是我当时对自己行为的想法 有非常清楚的规划 清楚到过了这么久 我还记得当下心情的变化 与自己在心中所推理出来的结果 这应该算是我少少了几部 我在讲官员现实故事的影片 至于会不会有下一部 就再看看状况吧 那么今天的影片先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可以帮我点个订阅点个喜欢 如果可以的话 帮我分享出去让你的朋友知道 那么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咯 拜拜